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灾损还造成了一死二十五伤 另外游客在新疆的天山峡谷 也募集山洪爆发的一瞬间 游客尖叫在新疆天山的神秘峡谷 效语后出现山洪 民众拍到洪水前端迅速逼近的画面 纷纷爬到高处避险 没有任何的损伤 那个车是我们的商铺的车子 我去放那个地方了 然后人家回车来回这个地方了 镜头转到重大陆东岸的江苏 雷电狂风暴雨 镜台被卷起 飞在空中 因为强对流天气 江苏罕见的出现龙卷风 就两台车被刮倒了 然后就是电瓶车刮球下去了 这一台车装了几十台电瓶车 经过的地方 全是新的 就是说运电瓶车的车 在我们对过的车道上 被刮过来的 当地人来说 冷准房持续两分多周 造成超过三千间房屋损毁 房屋有的是那种 比如说有的那个质量不太好的 会出现太大情况 但大部分是那个房子顶着都被掀了 还有窗户全部都被刮碎了 江苏连云港的龙卷风灾情 已经累计至少一死超过二十五人受伤 以及电线杆全部被吹倒 也影响供电 连云港灌云地区 八千五百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 当地章损供电还在抢修中 江苏提醒得持续严防抢风豪雨 体质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北半球形成了大龙卢 现在欧洲的热浪也是要进了希腊 在一天之内 全国发生了两百场的野火 火光冲天 重演了去年的末日景象 让民众非常的惊恐 还有野火也瘫痪了意大利的交通 而在西班牙十天之内 热死了五百人 北欧丹麦更冲上了 七月最高温的记录 包括了格陵兰的冰山 也正在融化 一天融化六十亿吨的水 猛烈大火将天空烧得一片血红 热浪朝东涌进 希腊首都雅典北部爆发野火 甚至烧向住宅区 消防员和大火奋战 但每小时八十公里的强风 不断改变方向 过去二十四小时 全国近两百场大火 吞噬十万公顷土地 至少出动五百人灭火 民众担心可能重演去年末日灾难 因为周末预计冲上试试四十度高温 南欧同样高温肆虐的西班牙 十天来热死五百多人 热火全境蔓延 甚至动员军队 民众看到总统立刻红了眼眶 发过总统马克宏 清访新南部野火重灾区 安抚民心 飞机来回洒水 面临大旱的意大利中部 铁火瘫痪路上交通 就连北欧也难幸免 但卖周三高温 飙向摄氏35.6度 专家警告 史上最高温 1975年的36.4度 很快会被打破 TVB的新闻纵报道 台湾出现了BA.5的社区感染 很多人担心 会不会又爆发 新一波的疫情感染潮 而在欧洲跟美国 BA.5已经成为了 主流的病毒株 由于BA.5有更强的 免疫逃脱特性 很多确诊过的民众 会重复感染 而且现在美国的研究也发现 重复确诊者可能会增加 住院以及死亡的风险 所以台湾的工卫专家 也格外担心 BA.5的疫情 静静享受音乐美食 还有夏日假期 但英国热到发烫的艳阳 却无法驱散新冠阴霾 原本预期秋冬才会出现的疫情 却在夏天提前登场 英国确诊率增加超过三成 每周新增的病例高达350万 欧洲各地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欧洲疫情升温的罪魁祸首就是各国文之色变的BA.5变种病毒 美国从4月份开始受到BA.5的席卷 目前每三个确诊案例当中就有两个感染BA.5 会这么快速成为主流感染病毒株 就是BA.5具有免疫拖淘的特性 扩散特别快速 美国疾管局表示 过去两周住院率就上升了23% 每天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大约是300人 疫情起下来就高达2000人 白宫防疫专家佛奇认为 目前的确诊数字恐怕还远低于实际情况 现在专家最担心的就是新一波大流行来袭 民众重复感染 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跟只染疫一次的人相比 重复感染者在最后一次确诊的六个月之内 住院风险增加超过三倍 死亡风险也增加了两倍 美国有BA.5的风险 这种病毒可能更容易粘着细胞侵入人体 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密切地关注疫情 专家发现新冠病毒不像以往的感冒 在感染之后人体会对病毒越来越有抵抗力 反而因为多次感染会出现更多的常新冠症状 目前欧洲还有美国都准备开放施打抵抗BA.4 跟BA.5的二价疫苗 对抗秋冬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 体育员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英国的政坛首相大卫之间 目前是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还有被形容为铁娘子的外交大臣特拉斯 两个人进入保守党的最终绝选 但看看最新的民调显示 铁娘子特拉斯的身世是不断的上涨 而即将卸任的首相强生 国会的最后背询不改本色 拿出了电影《魔鬼终结者》的台词 说了后会有期来告别 也让外界揣测 强生会不会有机会再度强势回归 不敌连环丑闻朝野逼宫 英国首相强生下台前在国会进行最后告别演说 一如上任时首次背询的俏皮风格 同党人拍手叫好反观在野党冷眼旁观 不过强生临走前这句西班牙文后会有其宝贝 原自于《魔鬼终结者》联想到 I'll be back的经典台词 引人揣测是否有意重返执政 打钉主意旋风走人的墙身 细数自己的丰功伟业 宛如一场演出 还告诫未来的接班人 也不忘算在野党不论派谁都能轻松领战 强生的继任人选之争 无论投票几下国际贸易副大臣摩丹特 最终进入决选不负众望有钱财政大臣 舒纳克还有被比喻成铁娘子财契尔的外交大臣 特拉斯 之内要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而由于众议院的院长裴洛西可能会访问台湾 拜登说美国军方认为现在访台不是好主意 但却不愿意说明更清楚的原因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预计在8月访问台湾 但白宫对此表达关切 美国总统拜登在被问到是否认为裴洛西访台是好主意 拜登说军方认为现在时机不适合 裴洛西去不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勤不证实不否认 但表示各种国会邀访一直是代表处工作的一部分 其实我相信台湾有很多人都非常钦佩他长期对人权的价值的坚持 以及对台湾的友谊 那这个我们长期各种国会的邀访也都一直是我们的工作 至于其他的讯息我目前没有进一步的可以说明的地方 美国众议院8月1号休会 7月29号是休会前最后一天开议 距离现在还有9天 而就这么刚好 美国总统拜登说 他预计在10天之内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我认为我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你会和他说什么 我会和他说他有个好天 裴洛西访问台湾前 拜登和习近平先通话 或许能避免让北京没面子 但如果裴洛西在拜习通话后访问台湾 对习近平来说恐怕也不会太好看 TVB的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再来关注乌尔战争 俄军持续对乌克兰全国猛烈的轰炸 过去24小时 再造成了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 而对乌东地区尤其炮火猛烈 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更摆明了说 俄军现在的攻占目标不限于乌东地区了 现在远年轻转化 这短 temps远落 这边离开战临川普尔尔戈争 这还有一家用多亏 和河尔戈争 拉夫罗夫的谈话 是俄罗斯最近最明显的 承认侵略目标正在扩大 并且持续威胁西方 如果再军援 乌克兰局势会进一步恶化 而近期的美国情字也显示 俄罗斯的目标从乌东地区 拓展到了扎波罗热 以及赫尔松 但是美国宣布西轮对乌克兰的军援 会提供四具的海马斯火箭系统 协助预敌 那么欧盟也要严拟 对俄罗斯实施第七轮的制裁 再来关注南韩自主研发的 超音速战机KF-21 猎鹰战机19号正式升空试飞了 但是南韩为了安全起见 首度的试飞并没有启动 超音速的飞行 而是以400公里的时速 花了33分钟飞行 最后也顺利降落 而这也让南韩成为 第八个成功研发 超音速战机的国家 帅气戴上头盔 沿着跑道准备起飞 这有如电影 捍卫战士真人版的场景 是南韩自制的超音速战机 猎鹰KF-21正在进行首飞试验 南韩自制超音速战机猎鹰 挑战首飞 考虑到是第一次 因此并没有启动超音速 时速最高到400公里 飞行33分钟 最后顺利降落 南韩汉出自主 国防口号 计划到2032年为止 在实战中 配置120架KF-21 因为它的逆踪性能 超过法国 飙风战斗机 与欧洲 台风战斗机 让共同参与研发的 印尼空军 直接先预定50架 去年南韩前总统文在寅 就已经在发表会上 大赞KF-21 带来庞大经济效益 现在原型机 完成历史性首飞 未来势必将成为 南韩空战中 不可或缺的胜利军 TVN新闻综合报道 回到世界新闻 全球第一线 邀请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 汪宇忠沃副教授 教授您好 鲜花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教授 我们今天首先要来看的 就是英国的 看守首相强生 在国会出席 他最后一场的 首相达问 其实言此还是蛮辛辣的 结尾甚至说了 后会有期 外界就联想强生 会不会再酝酿强势的回归 还是他干脆抛弃 保守党 令阻政党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请教教授 是 英国首相强生 今天发表的 类似告别演说 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个自信 还是满满的 那原因主要是原因 可能是因为 他卸下了重担 可是在他的演说当中 外界很多的揣测 他表现出来的政治魅力 还是不减过去 强生的风格 这点让很多人认为 说保守党内 未来想要挑战强生 或者是强生 想要强势回归 都不无可能 其实我们看 整个英国的政局 或者是全球的政局 在现在乌尔战争的情况之下 让全球反映出来的情况 是不再像过去 可能美国说了算 那种一单级的体系 现在很显然 整个世界走向了 多级的体系 在多级的体系里面 每一个国家 各自掌握 或者追求 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是非常的清楚的 也就是说在各个国家 右派保守派的势力 是相对的来说 是相对的强势 以英国为例 保守派目前仍然单独的 占据国会当中的 过半的席次 这也是为什么 当强生表达出 表现出他的政治魅力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现在保守派遇到的乱流 或许强生必须要付出 一些执政的责任 但是如果下一任的首相 不论保守派的接任者是谁 如果保守派的接任者 没有办法做好 英国的首相的职务 非常有可能 强生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随时准备回归 这一点其实我们在 其他的国家 也看到类似的状况 譬如说在美国 为什么川普到现在为止 仍然保持的 在所谓的保守阵营 也就是共和党内 有高升量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现在各国遇到的 这些挑战 让每一个国家 尤其是国内的民众 会更希望国家利益优先 自己国家 自己救好 自己顾好 强生所代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民意的基础 你可以说他是民粹 可是你也可以说 民众看见的 经济的不稳定 或者是国际的变局 更希望自己的国家 有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 强生他会不会强势回归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关键在于 下一阵的保守派的接班人 到底能不能把工作做好 如果有任何的闪失 其实强生随时都有可能回归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 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 那当然 国际的整个的局势 如同我们所说的 各国可能会 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优先 这一点可能也是 我们要思考的 确实 不论谁来接手 强生的首相之位 如何搞定通膨 还有原物料等等的 供应链问题 都是首要的挑战 而现在保守党的 党主席投票 将在22号登场了 目前他们党内是前财政大臣 苏纳克以及外交大臣 特拉斯是呼声最高的 除了两个人性别不同之外 对于前首相强生的态度 也很不一样 财政大臣苏纳克 过去是开了 内阁请辞朝的第一枪 是第一位请辞的大臣 而特拉斯是强生 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 接下来保守党人 会如何选择呢 请教教授的观察 是 如同新话所说的 保守党人会如何选择 将会是英国未来方向的 一个决定英国未来方向的 关键 那正是因为现在 因为英国的制度的关系 国会当中的主要 目前的最大党 还是保守派 也就是说强生下台之后 现在保守派的 尤其是保守党的党员 将会决定 未来英国的方向 由他们的选票 而保守派有多少人呢 保守党员大概有20万人 目前英国20万人 将会决定了 未来下一任的 保守派的领导人 到底会是谁 刚刚我们提到的 目前现在出现的 最后两个决战的候选人 一个是Charles 现在外交大臣 另外一个就是 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这两人在外界的眼光当中 苏纳克相对来说 是比较中间温和的路线 强调的是他自己 财经上面的常财 但特劳斯则是在外交上面 尤其是在乌尔战争当中 崛起展露头角 力挺乌克兰 让保守派的选民 是非常非常的 眼睛为之一亮 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他的强势表现 尤其是他跟强生 走得非常近 在外界 也就是保守派的政党之外 可能会觉得 如果由特劳斯接任 会跟强生的路线太过接近 也因为他力挺强生 大家对他的评价是 或许就是强生跟强生一样的 不管是道德品德等等 可能会有一些疑虑 不过如同我们所说的 关键在于保守党的这20万选民 到底心中如何看待 根据最新的民调 尤其是保守党内内部的民调 特劳斯他在保守党选民当中 心中事实上支持度 是远远高过苏纳克 也就是从整体的英国民众来看 苏纳克是相对比较理性 理想的候选人 问题是 如果只是由保守派来决定 未来的总理到底是谁 特劳斯的胜出的机会 其实还蛮高的 民调大概都有10%以上的差距 所以现在苏纳克要积极的 在透过接下来的几轮的竞争 尤其是在下个星期一 会有一个公开的辩论 他必须要展现给保守派选民知道 他也是传统的保守派的 这个政治人物 而不是只是中间的温和派 如同我们所提到的保守派 非常重视的是谁能够带给英国 尤其是保守派阵营所认为的 更多的财富 更多的经济的利益 在现在的高通膨的情况之下 保守派希望见到的减税 希望带来的经济的好处 特劳斯是不断的强调 如果他上任之后 一定会持续的减税 但是身为财政大臣的苏纳克 则是认为减税是太不切实际的做法 政府有太多的事情必须要处理 需要很多的经费 光是从这一点的论述 大家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 比较中间温和路线的苏纳克 可能在保守派的阵营当中 会遇到苦战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如果特劳斯真的是 延续的强生的路线 延续出现的话 那将来未来的英国 遇到的挑战将会不小 尤其是用比较强势的态度 来面对未来的经济 经济的挑战 减税会不会让英国陷入更大的经济危机 恐怕保守派的20万选民 将必须要做出非常理性的决定才行 确实 现在苏纳克是呈现民调落后的趋势 能不能在辩论会上 用他财经的专才 吸引到这些经济选民 也是相当关键的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现在飞走不可了 欧盟的经济会不会面临 新一波的动荡 恐怕也是欧洲各国所忧心的 由于意大利的联合内阁 三个主要政党是 杯葛了德拉吉的国会信任投票 结果预计他会向总统请辞 还要宣告提前举行大选 不过过去德拉吉就被称为 是超级马力欧 因为他处理欧元区的危机 其实非常的灵活 而且弹性 如果他真的请辞的话 意大利取得欧盟数十亿美金基金的努力 是不是也岌岌可危了呢 再请教教授 是意大利的政局 在过去这几天 其实是可言说是瞬息万变 首先是上前几天 德拉吉先是请辞 接下来他曾经回心转意 因为在总统的未留之下回心转意 那在今天呢 在国会的信任投票当中 虽然德拉吉是获得多数的这个信任 但是因为主要的三大右派政党都是弃权的 所以票数上德拉吉虽然过关了 但是三大政党不配合的情况之下 联合内阁就变临到必须要瓦解 必须要解散的一个困境 那德拉吉呢 一般预料明天上午可能意大利时间星期四 可能就必须要正式的辞职 那我们之前谈到的德拉吉的辞职 事实上对于意大利的证据来说 是一个投下一个非常严重的未爆弹 原因是因为德拉吉在2021年 在COVID疫情当中临危寿命 他并不是选举出来的政治官员 跟过去的总理很不一样 他是一个技术官僚被任命来处理意大利的危机 所谓的危机不只是COVID的危机 还有意大利长期以来的债务的危机 德拉吉的财经的背景 财经的专长呢 不仅对意大利人民来说 有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对于整个欧盟世界或者是整个世界 因为他曾经是欧盟的欧洲央行的总裁 让大家觉得他应该可以把意大利的金融的体系 做一个完整的修补 所以对于德拉吉带领的意大利政府 世界给他的信心信用评价是比较高的 刚刚新化所提到的整个欧盟的补助 事实上德拉吉一个人为意大利带来欧盟的援助 或者是财政的补助 就来到了两百亿美两千亿欧元之谱 所以是非常的惊人 但是现在呢 德拉吉的政府瓦解之后 非常有可能这些来自世界 来自欧盟国家的这些援助 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于意大利已经是岌岌可为的经济的状况 恐怕会再次的雪上加双 那当然也会影响意大利对外的政策 那我们讲到德拉吉为什么会下台 最主要这三大右派政党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论述呢 我们知道德拉吉代理的意大利 他非常支持乌尔战争当中的乌克兰 而且不论是在财经经济上 还是军备上的援助 意大利都是蛮强势的 在德拉吉的政府代理之下 可是右派的政府 就像在英国遇到的状况一样 目前世界进入的国际多级的体系 意大利的民粹政党 也就是右派政党认为 应该先把自己顾好 应该先让所谓的经济 意大利国内的经济问题稳定下来 意大利的人民先享有 比较稳定的经济生活 再来管其他的国家 所以右派的政党 就对于德拉吉的各项的改革计划 感到非常的不满 这一次成功的推翻了 意大利的联合内阁 改变了德拉吉的执政 带领意大利的前进的方向 接下来遇到的状况是 德拉吉正式辞职之后 意大利可能在10月初 必须要进行一个紧急的 紧急的全国的大选 在大选之后 目前的状况看起来 右派的政党非常有可能 接续德拉吉的位置 带领意大利前进 可是如同我们所说的 右派政党带领意大利前进 很可能造成的是 财政状况的不稳定 不如德拉吉时代的稳定 接下来还有是 整个对于国际局势 特别是对于乌俄战争当中的 乌克兰所给的援助 也会相对来说降低很多 可是欧盟国家 一旦给乌克兰的力道下降 这个恐怕会造成 乌俄战争出现一些 这个结局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数 乌克兰得到的力量 支持力量减少之后 世界的局势到底会怎么走 尤其是欧盟无法团结的话 少了意大利的支持 欧盟接下来恐怕在国际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整个欧洲的安全稳定上面 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意大利的政局 为什么特别值得关注 德拉吉的下台 可能造成的世界的不稳定 目前看起来恐怕是比较难以避免了 确实从刚刚几个对讨 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战争 带来通膨的强烈副作用 都冲击着欧洲的政局 在美国也是为通膨所苦 现在传出美国总统拜登放话 十天之内 他计划要跟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电话 但现在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也计划要访问台湾 但拜登却说 军方认为裴洛西访台 现在不是好主意 所以外界也在揣测说 是不是白宫跟国会正在唱双簧 而且现在拜登面对 美国的高通膨问题 其实焦头烂额对外 还有乌克兰战争 是不是也凸显了 拜习通话的急迫性 这次通话 依照刚刚这些讯息来看 拜登会不会拘于下风 得要看中国大陆的脸色 请教教授 是 现在的拜登总统 恐怕真的是内忧外患 挑战非常的多 我们知道现在的高通通高物价 已经让民主党的支持度 是节节下滑 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的支持度 现在来到了历史的新低 这一点也导致了 拜登总统在执政上面 必须要赶快的拿出作为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会在 特别强调在近期之内 必须中美之间要进行对话 因为关键的这个 为什么现在的局势是比较不稳定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中美之间的高冲突 高度的这个高张力的冲突 也是原因之一 拜登试图的寻求解决之道 可是国内的 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人物 恐怕也各自有自己的盘算 尤其是民主党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拜登总统今天在针对 Nancy Pelosi 也就是国会议长 民主党的国会议长 打算要访问台湾的 这件事情上面 出现了好像有一点点 不同的意见 我们大概可以猜测两种可能 第一个可能 确实是上外面所预期的 或者是推测的 或许是民主党内 必须要唱双簧 我们知道国会 国会代表的是立法权 总统白宫代表的是行政权 如果行政和立法 都由民主党掌控 而行政和立法都展现的 好像是力挺台湾 或者是强力的抗中 或许对于中国的刺激 政治上面的刺激 是非常的强烈 这一点 所谓的唱双簧 就是拜登总统 在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这个意见 这样的想法 传出来之后 赶快的出来 表达行政权 并没有权力的去支持立法权 并不是民主党完全的 好像一致要强烈的抗中 稍微的缓和一些气氛 希望可以让他 接下来跟中国大陆主席 国家主席行政令的对话 不要出现一些变数 毕竟中美之间才是关键 这是为什么我们外界会揣测 是不是在上双簧 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拜登总统 事实上也真的不希望 Nancy Pelosi 在这个时候 投下一些变数 所以借由国防部的一些意见 婉转的向民主党内的同志 去表达现在美国国家利益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为重 中美之间竞争为重 还是支持台湾放在优先 我想拜登总统也有可能是 想要婉转的传递 现在必须要先稳住中美的关系 可是如果是婉转的传递讯号的话 恐怕也反映出来 目前拜登总统 因为个人民调支持度下降 他在民主党内 在民主党内的政治人物之间 恐怕也没有办法 扮演像过去一样 一个人说了算 很多的民主党人 现在面对的其中选举 可能对于拜登总统的建议 稍微的也不再这么样的 完全的服从 这一点可能也凸显了 拜登总统目前 自己在国内的 美国国内的政治困境 总体来说 中美之间的关系 现在是比较紧张的 拜登必须要赶快的做处理 否则的话 不只是在国内的状况 需要可能很难缓和 很难挽救民主党的声势 另外在国际上面 可能也会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 冲突升高 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资源的配置上面 受到很大的阻碍 所以我们只能说 拜登总统 现在非常的辛苦 希望一切都比较顺利的处理 否则现在的国际局势 真的要密切的关注 中美的紧张 整个乌尔战争 没有一件事情看起来 对于美国的拜登总统来说 是顺利的 这时候现在陷入困境的 还有斯里兰卡的政局了 虽然新总统已经出炉 就是代理总统 威克瑞米辛赫 拿到了过半的选票 顺利当选 但是反对派认为 他是前朝总统的人马 这两天就有人持续上街抗议 还是要他下台 不过都外界更关注的是 新的总统出来了 斯里兰卡的动乱 会不会因此停止 还有斯里兰卡负债 雷雷的问题 有机会解决吗 确实 斯里兰卡虽然选出了新总统 但是确实对外界人 对新总统有很多的疑虑 首先新总统跟前任总统之间 整个家族之间的连结 是非常紧密的 新任总统虽然曾经在 斯里兰卡的政坛 曾经出任过六次的总理 但是过去的从政的路线 跟前任总统 基本上是非常的类似 这也是为什么反对阵营 到目前为止 仍然对于新总统 有诸多的疑虑 而新总统确实 他在当选之后 做出来一些宣告 包括了要进行宵禁 用更强硬的手段 来压制所谓的反对的力量 这些都让外界有一些担心 或者是有一些质疑 不过整体来说 斯里兰卡真正最大的问题 除了政治纷扰之外 斯里兰卡的经济状况 确实也是从他们独立 1948年独立以来 将近75年的时间 这个长期的75年以来 最糟糕 危机最大的 这个经济的状况 非常糟糕的经济状况 跟国债 高额的国债有关 尤其是近年来 逐步增加的国债 那斯里兰卡 目前的国债 虽然外界都会认为说 很多分析都在讲说 中国造成的 所谓的债务陷阱 导致斯里兰卡 目前债台高足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 仔细的来分析 斯里兰卡的国债的 外债的比例 可以发现 来自中国的债务 大概占斯里兰卡 外债的10%左右 那其他的债务 大部分 尤其是在这几年 飙涨的债务的部分 大部分是来自于外国 尤其是商业银行 商业投资机构的债务 这些外国商业银行的债务 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的放款的利息 其实都是蛮重的 相较于中国 或者是印度 或者是日本 这些主权国家 政府所给的贷款 这些利率是比较低 所以商业银行的贷款 恐怕才是真正压垮 斯里兰卡债务的 最主要的原因 目前按照斯里兰卡 国家所公布的数据 斯里兰卡的国债当中 有56%是来自于 西方世界的商务贷款 其中非常多来自 美国的商业银行 给的贷款 都给了斯里兰卡 非常高的利率 也就是说斯里兰卡 如果要解决 这些债务的问题 要反转斯里兰卡 目前面对的经济的困境 除了中国的问题之外 恐怕更严重的是 如何去协调 透过国际货币经营会 或者透过跟西方国家的 这些斡旋 去降低西方国家 商业金融机构 这些投资人 他们对于斯里兰卡 所带来的强大的债务压力 整体来说 斯里兰卡所面临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仍然存在政党的恶斗 再加上所谓的 长期以来的债务危机 让斯里兰卡新任的总统 其实不论是谁 上任都很难处理 那更何况 新任总统本身 他并不是一个新面孔 所以斯里兰卡的民众 对他的信任度 恐怕也没有办法 做出一个完全的翻转 这导致了国内 跟国外整个大环境 都对斯里兰卡 是相对来说 是相当不利的 这样的情况 恐怕在斯里兰卡 还会继续延续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接下来三个月到 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内 丁总统到底能不能拿出 一些强势的作为 而国际上面 给斯里兰卡的援助 除了针对部分的国家 进行指责之外 西方国家到底是不是愿意 向斯里兰卡伸出援手 当然这也考验的 在西方国家眼中 斯里兰卡的角色 究竟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到底是不是只是 嘴巴上说要帮助斯里兰卡 实际上还是继续 向斯里兰卡收取高额的利息 见识跟理想其实有一段差距 我们在接下来这半年 可能在斯里兰卡的发展 或者是改革过程当中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当然在台湾 或者是在全世界 观察国际政治 可能也要从点到线到面 完整的观察 才能看得出来 究竟哪一些国家 或哪一些论述 相对来说是更加的务实 跟各家的合理 确实有总理成为代理总统 到现在被扶正为总统 但是能不能安定国内的局势 并且跟西方的债务整合 获得很好的谈判条件 这都是斯里兰卡 接下来的挑战了 我们谢谢教授的分析 再来带观众朋友 关注到的是 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 已经为期半年的时间 经济受到重创 不过德国媒体 在莫斯科的商场发泄 产品还是出现了 国际品牌的商标 但其实都是俄罗斯制造 那么就连三星跟苹果的手机 业者靠着门路 从白俄罗斯等国进口 看起来好像影响不大 而欧盟预计 今年俄罗斯的经济 要大幅度衰退10.4% 西方的制裁 将会逐步的看到效果 国际运动大牌 全都拉下铁门 莫斯科红厂购物中心 还是涌入逛街人场 民众嘴上这么说 美食街里已经退出俄罗斯的素食店巨头 醒目的商标遮都没遮 为了汉堡已成俄罗斯味 还是大牌长龙 来到超市里 货架上商品很齐全 陈列的意大利起司 仔细一看 产地来自莫斯科 进口的酒精饮料 卖完就无法供货 但想要的永然不缺 走到电子产品区 尽管苹果和三星 都宣布暂停在俄罗斯销售 从电视到智慧手机 业者说还是有门路 不过欧盟公布最新报告表示 西方制裁正在发挥作用 预估今年俄罗斯经济将会大幅衰退 百分之十点四 上万人才出走潮 将进一步重创莫斯科 TVBS新闻 总部报道 东南亚的第一轿车平台 Grab 进军价值十亿美金的地图市场了 过去东南亚的巷弄很狭窄 第三方的地图 常常会找不到路 现在借由旗下车对司机 及时的搜集数据 更为精准 在东南亚生活的人 手机里头不可或缺的一款APP 就是这个绿色标志的Grab 号称东南亚第一轿车平台 Grab总部在新加坡 已经生根十年 在新加坡实施新冠防疫措施 期间Grab 构成服务反而逆势成长 让他们有余裕发展新业务 随着新加坡解除社交距离限制 渐渐从疫情复苏 Grab顺势推出新科技 Grab今年六月推出Grab Maps 推供自家地图和定位服务 进军东南亚 价值十亿美元的地图市场 Grab Maps最初是为了内部使用开发 从2017年着手进行 希望借此补足第三方地图 无法提供的特定需求 Grab这套科技商业化 和东南亚当地企业展开合作 Grab去年12月在美国纳斯达克 以估值近400亿美元借壳上市 不到去年第四季亏损 扩大营收锐减 导致今年3月股价一度狂蟹近40% 幸好随着东南亚疫情好转 送餐轿舌舌业务成长 预估今年营收可达到13亿美元 我最重要的是观点 Grab在东南亚的竞争者不甘示弱 亚航推出的超级APP 透过旅行 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 三大领域 推出超过15种类型的产品与服务 印尼的Goldjet 在印尼最大的电商合并成GoTo 估值上看200亿美元 堪称印尼版的Uber 加上亚马逊的梦幻组合 面对其他竞争对手 Grab老神在在 希望透过Grab Maps 创造更多营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香港海洋公园的猫熊安安 因为高龄还有健康问题 在今天由原方的兽医 替他执行安乐四 猫熊安安和另外一只猫熊家家 是1999年中国大陆庆祝香港回归 两周年所送的礼物 而佳佳在2016年已经离开了 而猫熊的35岁相当于人类的105岁 所以安安算是史上最长寿的人工饲养 雄性猫熊 也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全体滑板过去是阳刚的运动 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 看到很多女性也投入其中 出手快横准的拳击 脚踩风火轮的滑板 这些运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几乎都是男性的专利 但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专为女性开设的拳击与滑板训练 已经逐渐展露头角 曾经是中国最年轻职业女拳手的恭敬 2010年退役后 在上海开设中国第一家女子拳击俱乐部 除了推广女性拳击运动外 更希望透过拳击 让年轻一代女性磨练出更坚强的性格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积极 然后有自信 有力量 就走在街上都可以拗手挺胸 我谁也不怕 就是突然感觉自己很强大的感觉 重庆第一支业余女子拳击团体 瑞昂女子拳击队 也在2020年底成军 约150名的常驻队员 来自各行各业 有教师医生 也有大老板以上班族 为什么一位音乐老师还要打拳击呢 其实拳击不仅强身 还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自信 透过拳击 女生挥舞出充满自信的汗水 当然也会掉了坠肉 差不多减了有10斤左右 在身材考量之外 更重要的是 不论拳击或是滑板 都让女性找到自我 通过这项运动 我们发现 我们更想找到的是自己 对做自己 我觉得比世俗的眼光 对于我们的看法来说更重要 对于年到40才开始玩滑板的 北京热鞋女性赵小姐来说 这项充满挑战的极限运动 为她的生命点燃热情 我以前比较宅 说实话我不喜欢运动 从我的性格上面 我发现她更让我有 这种挑战自我的欲望 专职举办儿童运动的赵小姐 是在今年5月 因为疫情风控导致各项活动 紧急喊停的情况下 才有机会加入这个 由专业舞者多兰 所组成的女性滑板社群 一起享受在陆地上冲浪的快感 一开始做这个女性的这个社群 我其实没有想很多 我没有把它当成是我的视野 或者是我的核心 我只是想有一个女孩子 一起玩的社群而已 多兰则是因为原本服务的 美国舞蹈品牌 在今年2月受疫情影响 决定撤出中国 她失业后得到更多时间 因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 从4月下旬起 在北京水地方附近的行人专区 举办每周一次的免费滑板课程 一开始只有12个女孩参与 从两个月的时间 扩充了现在将近1500人 中国大陆这两年 随着东京奥运首度纳入滑板项目 不少地方吹起滑板热潮 越来越多年轻男孩女孩 加入滑板运动 然后慢慢地通过一些宣传吧 然后国家对滑板的支持也比较大 慢慢地女生也会变多了 看网上的一些大神啊 然后那个滑头也好 特别帅 学习学习 每周长大还能参加个奥运会 滑板的销售更是飞速上涨 可能翻了得有将近十倍的一个销量 一些网红款我们到货的时候 还没有摆在店里 它就提前就已经销售了 而对于多蓝的学员来说 在这个纯女性的滑板社团里 可以更舒服称快的刘海云欢笑 我觉得就是男女生的力量啊 然后还有就是对运动的就是感觉和天赋 是不一样的 所以女生在一起玩 应该是会就是可能共通点会更多一点 再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社团的氛围 会更好玩一点吧 都是女生 不论是拳击或是滑板 女性同样能在这些运动中 找到自己的自信与灰洒空间 PVBS新闻综合报导